ASMR 好,我们今天来讲讲 伊尔,你是直男吗? 突然挺凶 我应该是吧,但应该还不够直 好的,我们今天有四个人 有戴欧先生跟Yuna 那戴欧先生是直男吗? 这你自己回答 怎么问我呢? 是是是,我都怀疑Yuna也是直男 我觉得我有个弟弟 但直男总有一些特征吧 我跟你讲,我就是远远看 可能不用相处就知道那种 你用看的 因为他们就是穿着啊 跟一些举动什么的 或是发型会有一些特征 所以你一看他就知道他直男吗? 我第一次听到他 应该没有很顺眼 因为太直了 一轮呢,一轮你是远看就知道 还是你要透过就是相处 然后才可以判断 应该还是要相处一下吧 哦,真的 对啊 因为我跟你讲 男生同志朋友有分种类嘛 然后也有分什么一跟零什么的 然后那个一真的会比较不明显 但我跟你讲,他们还是有一些特征 没有,因为有些人觉得一号的同性 有时候分不出来不是什么 没有这回事啊 远远看会 对,没讲话可能不知道 对 讲话第一句话 刚吸气字还没讲出来 要这样要这样 那你这样 是吗? 他这样 这算是一种刻板印象吗? 也没有啦 就是感觉 我只在开玩笑 但是实际上他们讲第一句话你就知道了 有一些特质 那你觉得直男有什么? 评断的快速的方法 快速评断直男的方法 我那天在听一个广播节目 然后他就讲说 在他印象中 直男呢 你跟他聊天 他一定会 八九不离十 会跟篮球有关系 然后家里面会摆一个PS 不管是四还是五 但是会有一片游戏片 一定是2K篮球 但不就是我这边这一位吗? 对,因为我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也是马上想到 我们大悠先生 完全讲中 然后只有篮球游戏 对,我只有一片 我的PS只有一片 然后就只有篮球游戏 有,我有三片 2K17,189这样 真的? 因为一年要更新一片 现在到2K24了 对啊,一年一片 就这样吗?判断是这样 还有一个就是 任何情绪都会用脏话表达 比如说这个东西很好吃 他就会说 干你啊,这好好吃哦 然后很不爽的时候 干你啊,真的 然后很难过 他就说 干 对不对 其实蛮准的 对,好讨厌耶 哦哦 对,要很直的才会这样 你一定会带有一个字的东西啊 至少一个 可是讲也蛮好的 很直接 对,但太多好像也不好 就是刚好就好了 因为有是 有时候也蛮man的,没错 但是不要太多 然后如果有孩子的话 我会比较不希望他在孩子面前 就太小的孩子面前表达这个东西 你可以在 你回房间 然后好好再出来 那我可能会整天都在房间里 你如果讲到你的小孩都学起来 我跟你讲 对啊,如果你小孩以后就这样 诶, bro 这个好 干你啊,超好吃 这样 我能不能打死他 他叫你bro 他叫 嘿, bro 不能叫我bro 哦,你不准你小孩叫你bro 不可能啊 可以把我当bro 但不可以叫我bro 那如果他是女儿 然后叫你bro 那太可爱了,没关系 你差别待遇 真的 儿子妈妈把他丢下去 就女儿说bro 对啊,他一定开玩笑了嘛 对 儿子没有人开玩笑 所以我也不会跟他开玩笑 为什么要这样 儿子跟女儿教育有不一样 不一样 一轮也不一样 一轮说他儿子四岁教育打工 对啊 也太夸张了吧 有没有那种就是他是直男 但是好像又有点细腻 有这种吧 有的时候会被怀疑 就说他到底是直男还是不是 我以前就这样被怀疑过 你被怀疑过 为什么你干嘛了 也没干嘛 因为我以前 我大学的时候也没交女朋友 然后常常就跟朋友混在一起 对啊,怎么 然后就被怀疑是gay 这样子就 对啊 你有被怀疑过吗 有啊,单看的时候 但是只要跟我相处后 就没这回事了 对对对,他好像有 就是我身边是有人讲说 诶他是同性朋友嘛 这样 我就讲说 我跟他绝对不是 但这种东西就是这样 相处过后你就知道 而且因为我身边很多同性的朋友 他们都会知道说 因为他们的雷达那更准嘛 嗯 而且他们还会判断的不是只是说 你是同性的朋友呢 还是你是直男 嗯 他们还会去判断就说 这个男生现在是直男 但是他有没有机会被掰弯 对,有 有这种的 然后我身边的人 就是 那他们会尝试去把他掰弯 对 或者是他们还会有几率 然后像我这种 他们是相处完之后 百分之两万不会 对,他们是说 我是不可能 对 很直了 他们有跟我聊过这个 有,有这个我知道 因为我有同性的朋友 可能喜欢哪一个异性这样子 然后他就觉得 他真的太喜欢他 他想要就是 掰弯 对对对对 就是看他有没有什么趴数 是可以站到这边来的这样 然后真的是 我身边有朋友是 这样子被掰弯的 他们是就算只有10% 只有10%他们都愿意尝试 其实他们就说我这种是 他们连试都不会试 因为我不可能 太喜欢女生了 哈哈哈哈 超烦 我跟你讲 大家今天超不正经 好不好 我太喜欢女生了 他对 很烦 还有有些屁话 我觉得只有直男会讲 可是我有 我有同性朋友会讲屁话 他们的屁话 跟真的很直的男生的屁话 不一样 真的 男生脱离不了屎尿屁 还有新器官 还有信 对 可是我的同性朋友 也会讲信的 但他们的信 跟我们就是不一样 怎样不一样 有一天那个 大悠闲在车上 跟朋友聊天 然后他们两个 就在聊 朋友J 对朋友J 我们那个朋友J 也是超级直男 对 很明显 他们在车上 两个人 我觉得应该也算蛮认真的 在聊说 你知道吗 就是现在所有的动物 只有海豚 他是知道性这件事情的 他们会用海参当飞机杯什么的 而且海豚会强奸别的海豚 海豚是会强奸的动物 我比较好奇 你到底就是资讯哪里来的 可能搜寻强奸吧 不是 关键字 没有 你到底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 到底谁会搜寻强奸 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 没有 要看网站 没有啊 我们有一次一起在看那个 动物惊奇 那种Netflix上面的那个 影片的时候 他也有讲到这个啊 但他有讲说 海豚是 唯一会 对于性这件事情 是 不是只是像一般动物 他们为了传宗接代 在做这件事 那你是整个片长一个小时 只记了这件事情 因为这我很惊讶他们是等于会为了娱乐 我也很惊讶你只记得这件事情 没有我还记得很多其他的 OK 这件事情我那时候有 哇 原来海豚是这种动物 然后他们就高智商啊 所以有智商的呢 就是凡他们会把性这件事情当做是性 而不是只是传宗接代 所以你觉得你是高智商 所以才会有这个东西是吗 这就是直男的想法 也不能这么说 但是 我更喜欢海豚了 反正我跟你讲 直男就是呢 讲到这种性的东西 就像他一样 眼睛马上发亮 或者声音马上变得非常红亮 你知道我以前 就是很年轻的时候 我是我身边很多同志朋友的 假女友 然后我那天在想说 奇怪他们的爸妈 怎么可能看不出来 因为我就是一眼就可以知道说 这个人是不是直男 这个人是不是同志朋友 所以我在想说 他们爸妈 为什么需要我去演 假女友这样 要是你的孩子 你们的孩子 你们想象一下 你们的孩子如果说是同志的话 你们会不知道吗 现在一定会知道啊 可是我觉得以前应该 分不太出来吧 他可能会觉得 这个小孩就是比较阴柔一点 但他可能不会往这个方向走 好一轮 那如果你以后就是 对女朋友结婚生小孩 然后你其中一个可能 不管儿子女儿 就是是同志朋友的话 你会怎么样 可能例如什么教育他 或是怎么 就跟平常一样啊 感觉不用特别做什么改变 那教育呢 就一样 全部一样 一样都一样啊 比照办理啊 一样就是四岁出去打工啊 对啊 真的 为什么 假话啊 你有个男生的躯体啊 可是他是女生的心 那他可以 不要搬砖头 对啊 他如果说是那种女生 很女的那种啊 比较娇嫩那种 心里会影响他的生理 没有办法做一些事情 好那这样 你十二岁再去打工 是 晚一点 只是晚一点 爸爸让你推迟一生 不是十二岁还是很早好不好 你会被抓走 那如果他就是都没有跟你讲 那你自己会先戳破他吗 应该会吧 就直接跟他讲清楚啊 你会怎么开头 我就会直接问他 你喜欢男生还是女生啊 哦真的 对啊 因为感觉这种事情也不用避讳讲 是啊好像可以直接 对啊 是我也会直接问他 那我现在有个好奇点 就是你如果你 你儿子 就是一个大直男 跟你一模一样 复制出来 这样 OK啊 真的吗 对啊 哦真的 只是也是 很早就出去打工 哇我不OK 我疯掉 我真是 什么为什么 天下大乱 他要去乱他自己 他一定会乱到家人 那就是中间那个 青春期的那一段 很恐怖耶 对啦 我觉得男生 比较容易会 成长过程中出现一些 惹是生非 对 真的 直男们 你们还是注意一下 就是 孝顺一点 孝顺妈妈好不好 真的 小时候不是不孝顺 只是说 那时候成长过程中 脑袋不清楚 哎我也觉得 不是脑袋不清楚的点 到底是哪 什么东西 我实在没有办法 get到什么 是叫做脑袋不清楚 因为我觉得女生大部分 从小到小 脑袋都还算清楚 对啊 女生大部分 但你当然不会知道 不清楚什么感觉 对 不清楚什么感觉 就是长大才知道 以前很不清楚啊 对啊 就是你终于清楚的时候 以前 干白痴 可是我跟你讲 当下是很好玩 对啊 当下就是觉得 呜呜呜 飞了飞了 真的 像哈吉一样 有时候就是 会不会父母编个两下 然后过五秒又忘了 真的 真的 那天 我们一起看那个影片 那也是一个 我觉得很直男的表现 嗯 什么 像你觉得很扯 但我看的时候 你记得我跟你说说 我能理解他为什么这样 各位 就是你太太 就是想要给你一个惊喜 然后在你们家厕所 非常大的镜子上面 用口红写满了 就是我怀孕了 然后贴上那个 苍蝇部的照片 在正中间 然后那个直男进去 刷洗脸 弄头发 然后照镜子 各种照 没看见 请问是瞎了 还是被屏蔽了 不是 因为他很专注 在做这件事情 所以他只看到自己 就像我好像就是 在你手机上面 贴了一张便条纸 然后你跟我说 你没看见 这种意思是一样的 如果你贴在手机上 就不可能无视 就不太可能 不小心忽略 可是照镜子会 因为他进去的时候 他很专注 就是要做这件事情而已 然后他可能也急着 要离开去干嘛的 所以就走了 或是说呢 他压根没用镜子 他有 他有 他照镜子 而且在那边弄他的头发 弄了很久 可能就细节方面的脑内部分 萎缩 萎缩 好地狱哦 我的天啊 我爸看到这个会傻眼 就先跟爸爸道歉 因为我爸也是这种的 你什么 你爸也是这种 但是 爸爸他真的是直男 但是他 我爸真的也很直 我爸很直男 但是他很保护周围的人 我和我姐 可能就是各自 打了一通电话给我爸 然后可能打 那种两两三声就挂 我爸回播 我们又都没接 我跟他吓到怎么样 他想要拿榔头出门 看我也会这样好不好 他直接拿那种棒球棍 榔头直接出门 因为我们俩没接电话 我们俩没接电话 而且我们是那种 亮了一下 然后挂 就挂了 然后我爸没有接到 各自哦 然后我爸回答 好像都没有 然后觉得出事了 这种 他回来的时候 就手交叉在背后 这样交叉 他说 你们刚刚怎么了 打电话不接呢 他装没事 真的 你爸好屌 他就装没事 你们怎么打电话不接呢 干嘛 怎么突然亮几声就挂了呢 这样就稍微 很平淡的这样讲 然后我们俩就 我们俩就没有啊 我们就只是想说跟你讲一些事情 那刚刚手机上 想说你在干嘛 对对对 问你要不要喝东西 这种 那类的 然后我爸就说 你们要接电话 你知道我吓死 然后榔头弄出来 拿榔头出去 从背后把榔头拿出来说 真的是榔头 真的 对啊 这也是超级直男才会做 而且 真的 你也不确认一下 不是因为你们没接电话啊 对啊 那你也应该是去报警吧 你怎么会自己拿榔头 然后要去哪里 我问一下 他觉得他大概知道你们可能在哪 是吗 先出去晃一圈 然后其实我们好像那次只是去楼下买冰棒 问他要不要一起吃而已 对 这种 那种吓风 很帅耶 我也觉得 对啊 真的 很帅啊 不是我觉得应该先报警 不要拿榔头吧 我跟你讲 两位你们有女儿 我觉得应该会很可怕 真的 我觉得你们不是拿 我觉得你们拿枪出去 真的 我觉得我爸拿榔头 我觉得他为什么不去报警 就是这个原因 我觉得搞不好别人拿枪 你拿榔头干嘛 对啊 应该要先报警 如果你真的那么紧张的话 有时候报警太慢了 但是你拿榔头别人拿枪 也不行吧 你的榔头还是也比枪慢啊 他可能觉得他可以像打 他可能觉得像打网球一样可以打回去 反正一定会想要先用最快的方法 就是自己来 真的看到枪在说了 绑架我女儿 那我觉得 成熟的直男跟 幼稚的直男 差很多 成熟直男真的太帅 超帅 那成熟的定义是什么 就是有责任感 真的很有责任感 然后呢 脑子非常的清楚 当然也要有幽默感 不成熟直男就是 他只有幽默感 其他都没有 不成熟直男也不一定有幽默感 哦也对 真的 那好糟糕哦 那你比如说 伊朗马斯算成熟 成熟的直男 没有 他就是有幽默感的直男 但他很帅啊 他的帅是他的工作上啊 他的事业啊 可是他 他的他呈现出来 对 可是我刚刚讲的是那种 站出来 然后就散发那种 成熟男人的 样子的 那种真的很帅 基努李维 百分之百 帅的直男 因为他就是站出来就是 气场 嗯魅力一百 还包含长相 哪有啊 他是帅啊 你说长相吗 不是 他是 帅 但长相也帅啊 所以才这么帅 我觉得他长相真的还好 这两个没有并行的话 也没办法帅成这样 是吗 我例如一个不帅 但是成熟男人好了 好 谁 马东斯 马东斯 他不帅吧 他是成熟 可爱 诶 我不知道哦 没有啊 我有讲啊 他不到帅的程度 他是成熟 可爱 帅行的吧 孔刘 孔刘也没有真的是帅哥啊 但他一样也是那种成熟感 所以帅啊 他也是魅力 对啊 散发的气 对 所以我说的是这种 就大部分的爸爸 很有责任感的爸爸 其实看起来都蛮帅 应该这样讲 我们有时候 不是去Costco买东西 嗯 然后看到那种爸爸 背着小孩 在买东西的时候 超帅 不知不觉就觉得 这个人 而且是不是只有女生 我在看 我也觉得这个人 帅 对 我有一次在那个捷运上 然后就看到 有一个男生 我想他应该是日本人 他就是头发弄得整整齐齐的 然后西装笔挺的这样 皮鞋也选过 完全知道他的配件 都是很很好的 然后提一个那种 皮的公式包 很很漂亮的公式包 但是他身上背了一个婴儿 他是用那种 很阳春的那种婴儿带 然后背婴儿 在他前面这样 然后抱着 然后公式包这样 挺挺的站着 等他那一阵下车这样子 然后我就觉得 哇这也太帅了吧 对 我觉得这种时候 男生也会觉得帅的那种 重点是他把打扮 他把自己打扮得很好 但他背着个婴儿 你觉得哇太帅太帅了 我觉得用这个来评断 成不成熟是蛮好的 就有没有责任感 嗯 因为这种东西 其实涵瓜范围很广 等于是 你有责任感 代表你出什么事情 不管再好再坏 你都不会丢下你的家庭 对 没错 可是不成熟的 真的会遇到什么事情 都躲起来 遇到什么事情 就问你说怎么办 真的 而且你告诉他怎么办 他可能还不会做 对 因为其实你告诉他怎么办 他可能跟你讲说 哦我要去赶快跟我妈讲 怎么办 我要去找我爸处理这件事情 Sorry各位 不要妈宝们 谢谢 对 他就会呈现一种妈宝状态 所以我跟你讲 要找成熟的男人 才是真帅 你哪只有条件一 哪二呢 哦真的吗 我要把名单拿出来吗 我会被杀吗 我只有条件超多的 我看一下 我跟你讲 我真的有写 我有写过条件 我们这个要另外一集吗 Nina的条件 然后看一下就是 有没有符合这样 这个可能可以另外一集 我会被杀掉的多 那种 我真的有列出来 而且我会认真列 原因是因为 以前年轻的时候都看感觉 在认识异性什么的 然后之后就觉得说 不行 这是一个 你要找另一半 是人生很 还蛮重大决定 你怎么可以看感觉啊 你当然要依数据啊 所以你当然要 至少要清楚明白 知道自己喜欢什么 不喜欢什么 列好 就算这个人没有达到 这个条件 你至少要知道说 哦我本来有列这一项 那你能接受这个人 这个样子吗 这样子 你不会忘记 你不会说 哦跟这个人感觉很好 然后就在一起了 这样 然后之后才回头发现说 我其实本来 是根本不接受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 条件要先列好 然后好好找对象 女生啦 男生你们就看 自己看着办 直男们 大夫先生有 折偶条件的列表吗 没有 哦真的 那你要列一下吗 我要列 折偶条件 他直男 那他 哦好吧那算了 那Yuna有吗 我 好他没有 所以现在全场只有我有折偶条件列表 真的只有你能聊这个 真的为什么 因为我也没有 我这真的是平感觉的 你不用了啦 你女朋友很好 真的 说实在其实我也是 半个平感觉 然后从一开始调教 他是调教别人那一种 把别人 这才是最屌的 真的 没有条件 把他成为我的条件 真的 好恐怖哦 好累哦 我的天啊 把他变成我的形状 太恐怖了 你虽然是奇葩 但你那个 你男友也是奇葩 我跟你讲光这件事情 我跟你讲一个故事 Yuna最近 不知道为什么 她可能最近太忙碌 太累了 所以她就是 在她的头发上 找到一根白发 一根 那她就快疯了这样子 然后她就非常紧张 一直跟我和我妈讲 然后她也是 打电话 跟她男朋友讲说 我怎么样 就是我头发这样子 你知道男朋友回答什么吗 说 她说很好 我们就白头偕老 哇 哇塞 我听我想说 哇 那她也是直男 但她是那种 很平静的直 对 她是很平静 说 哦 没安息 我会跟你一起 白头偕老的 你看 但是 我是意思说 会屁话这种的 也是直男 她不是屁话 我认真 她是认真讲 她不是屁话型的 我知道她是认真的 对 但这个听起来 就是个屁话 我的意思是 哦哦 但我知道 她是认真的 而且她会做到 对啊 对 但是听起来是屁话 没关系 因为女生吃这一套 是不是她屁话 但是真的 我知道我也会屁话 但又真的 我是真的啊 我是真屁话 但是我跟你讲 现在所有人都搞错我的重点 我当时不是想要跟你拍摄戏老师 我很崩溃 我竟然长白头发了 对 可是她 这也是她在表现她的幽默感之一 虽然她很平静 嗯 然后她讲的也是真的 她搞不好40岁就白头偕老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就是啊 已经全白了 哈哈哈哈 Yuna 40岁全白 我的重点是我现在几岁 我长了三根白头发 哈哈哈哈 我刚本来想要给她一点面子 然后只说一根 然后她现在自己抱三根 不是我讲的 我先讲 哈哈哈哈 然后竟然还抓到一个正在生长中的 对 好 白头偕老 大家白头偕老 OK 好 下次择偶条件 好不好 OK哦 好 下周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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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